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有定数 有个寺庙 供奉着一串佛祖带过的念珠 而供奉之地只有庙里的住持和七个弟子知道 一日那串念珠突然不见 住持对弟子们说 不管你们谁打走了念珠 只要放回原处 我便不会追究 佛祖也不会怪罪 可弟子们纷纷摇头 七天过去了 念珠仍然不知所踪 住持又说 只要承认了 念珠就归他 但仍然无人承认 住持很是失望 你们明天就下山吧 拿走念珠的那个人 想留就留着吧 一日一早 六个弟子便下山去了 只一个弟子留了下来 住持便问 念珠呢 弟子说 我没拿 住持又问 那你为何要留下 白白背上个偷窃的罪名 那弟子便说 这几天 我们几个相互猜疑 有人能站出来 其他人便能得到解脱 再说了 佛珠不见了 佛还在呀 住持笑了 从怀中取出那串念珠 待在弟子手上 说 想得到自己 更能想得到别人 这便是佛法 于是 这名弟子 继承了住持的衣钵 心善的人 总有好运 善良的人 自有善缘 所以会吸引到 更多善良的人在身边 才能常有贵人相助 事事顺心如意 老话常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善良 所以幸运 做人 物以恶小而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 人生 从来没有 无缘无故的因果 所有的好运 都是自己 结下的善缘 老天 从不会亏待 每一个人的善良 不必气馁 不如别人好运 一切美好 都在来的路上 人生 处处皆因果 善因善果 都是自己得来的 你的善良 便是你一生的好运 佛曰 人无善恶 善恶存乎耳心 一念善即是天堂 一念恶即是地狱 善念之人心怀感恩 生活才会知足常乐 处处充满爱与惊喜 佛祖一日在菩提下 问一人 你在世俗人的眼中 已是有钱有势 还有爱你的妻子 有聪明的儿子 为什么还是不快乐呢 这人回答说 正因如此 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 佛祖笑了笑 说道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一天有个游客 快要口渴而死 我便将一壶 放在此人面前 但此人却滴水未去 心生好奇 我便问他为何如此 那湖水很多 可我的肚子却很小 既然我不能一口气 将它喝完 那不如我一口都不喝 讲到这里 佛祖对着那 不开心的人说 你可知 弱水 有三千 只需取一瓢饮即可 人生也是如此 你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事物 但只要用心把握好 其中的一样 这便足够了 人生幸福与否 全看自己 幸福不是靠别人的羡慕 或者妒忌而来的 而是靠自己内心的充足 而体会到的 这世上没有谁能保证自己 一生平安顺遂 但能确保自己感恩之足 生活的美好 其实处处都有 只有感恩之足 才能拥有这些美好 心能装下多少福 命里就有多少福 别人的幸福 不是比你拥有的更多 而是更懂得之足 欲望 只会带来无止境的痛苦 幸福 从来不是看你 手里有什么 而是看你心里 有什么 感恩之足的人 总是幸福的 因为感恩之足的人 总有一颗充实的心 心灵充实 才能体会到幸福快乐 佛经上说 心生万法生 心灭万法灭 世间的一切现象 都离不开我们的心实 所以 你的心是成就了你 而你是谁 就决定了 你会遇见谁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圣人去世了 许多人都前来祭拜 并渴望得到他的一件遗物 做纪念 其中一人 选中了一个精美的烟斗 那圣人的妻子对他说 这要一百块 那人犹豫了 这可是一大笔钱啊 于是他决定 先试试那烟斗再说 他点燃烟斗 仿佛在烟雾中 看到了智慧的大门 向他开启 他激动了 立即拿出一百块 然后带着烟斗回了家 回家后 他又点燃烟斗 可这次什么都没有 那学生气坏了 立即去找那圣人的继承者 想讨回一个公道 那新任的圣人 听完他的遭遇 笑着说 我的孩子 事情很简单 当烟斗属于圣人时 你便能看到他 所看到的一切 但当他一旦 变成了你的烟斗 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烟斗 那你就只能看到 你的平常所见 高尚的人心中 都是高尚的愿望 卑劣的人心中 仅是肮脏的想法 你的人生 和你今生所欲之人 全都取决于你自己 生活不尽如人意 也别急着抱怨 因为能改变 这一现状的 只有自己 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不一样的是 人的心 所以你是谁 就会遇见谁 而你的小小改变 就会像那 煽动翅膀的蝴蝶 看似不值一提 却能带来 不可思议的结果 人生的美好 不是站在未来某处 等待着你 而是需要你 去努力靠近 人这一辈子 幸福的关键 就在于 能做好自己 生活不满意 不要紧 低头 看看自己的不足 努力做到再好一点 前方不远处 就是你 触手可及的幸福 以上就是今天 想要和你 一起分享的内容 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在文末帮我们 点个赞看 或者转发到朋友圈 和更多的好友 一起分享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